反拍技术可以在被动的时候进行过渡或逐其不意的进行反击 能为防守反攻创造绝佳机会 我们现在在后场技术的教学中 再介绍一下反拍技术的练习 首先介绍一下窝拍 反拍球的窝拍有跟反拍往前的窝拍相似 它这种拇指更贴近拍柄的宽边 手掌和拍柄有比较大的空隙 这是一个 第二个在转身发力的过程中 很多朋友就是一转身就这样打 是这种回拍 也就是俗话说的使力量 那么我们要求提倡的正确的动作是 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挥拍过程 也就是这个走关节在引拍的过程中 引拍走关节先往上提 然后固定 大臂固定位置 这时候小臂 小臂带动手腕和拍 进行挥 这是手上的挥拍过程 同时我们的脚步在求飞行过来以后判断 然后有一个启动 转身 右脚往来后方向迈 这时候再挥拍 在挥拍的过程中 身体自然的跟回 回动 这样力量 相对的力量就比较完整的 做完动作 让我们两位运动员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现在先进行反拍高球的演示 开始 注意走关节 走关节位置是先走的 先提高 大家看一看 有这个动作 打斜线高球 好的 这是斜线高球 好 下面 打一打反拍吊球 利用拍面的变化 把球 掉过斜线 对方 利用拍面的变化 掉入对方的长期 好球 好的 下面再让我们运动员演示一下 反拍杀球 反拍杀球 好球 要求击球点高 回拍速度快 应用上爆发力 很好 好的 下面一段我们让两位运动员互相用反拍技术进行对拉高球的练习 这是注意爆发力 好的 看他们机球完身体和脚自然的回味道原来的准备姿势 很轻松 很放松的发力 好的 我们刚才通过这一段的演示 大家可以看到 反拍技术的掌握 可以让自己在被动的时候 出其不意的进行过渡 或者直接进行反击 因此 反拍技术的掌握 对以毛球技术的更全面的掌握 提高水平 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建议朋友们 在练习的过程中 也可以进行反拍的练习 今天课就讲到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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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